第二个背包也是一样 呃...就是有带一个蛋壳碎垫 一个人就有一个 像其实像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铺铺蛋壳碎垫 铺在石头上面 其实就会比较舒服一点 好,刚刚没有看到腰带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腰带 不然可能会忘记 这个腰带可以装的是什么 好,这个腰带装的是防扇 另外一边装的是什么 另外一边装的本来是 岩糖跟梅糖 现在已经...跟GU 现在已经吃光了 所以说剩下一个 分色而已 好,看这边 这边装的是什么 行动梁 还有剩下 对,这边装的是行动梁 还有剩下 另外一边 好,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是我的行动梁 就是岩糖跟梅糖 都已经被挤烂掉了 可恶 可恶 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 第二个背包 好,这个是两人份的胸背包 好,我们就是行进的时候 会这样子 背着嘛 那里面就会放 这个就是装行动梁的 垃圾带 尤其是一些像 岩糖啊 GU啊,这种小小片的 一撕下来 就要马上装起来 不然掉在地上 要背着背包 这样子剪很累 好,所以说 就会有一个小的塑胶袋在这边 然后原则上 现在 会有水 呃...我们行动的 行进间的水是放在这边 然后就用小的瓶子装 然后还有 手套 手套是因为早上行进的时候比较冷 所以说 一开始还是有戴着 好 这个 这个是 手机的防水袋 因为我的手机 也是放在这个里面 好 那这样子就没有了 行动电源也会放在这边 当手机没电的时候 好 两个人的胸背 所以当事上就是装这些东西 都很相近 一个水袋 对啊 然后手套 就是这样子 好 他的手机 也是放在这一边 这样子就 我们要拿什么东西的话 其实 原则上只有在穿脱衣服的时候 才需要下我的那个背包 好 这个是 宝脑浪 也是一样 那在 塞这一袋之前 其实还是有点冷 所以说 我们还是有带着保暖帽 那出发的时候 就把它塞进来 好 这个是 三公升的水袋 到营地的时候 取水用的 还有一个一公升的 等一下 可以看得到 那这边的则上 就是装睡觉的东西之外的杂物 都在这个背包里面 好 好 这个是 装 羽绒衣的 装这个羽绒衣的袋子 两件羽绒衣可以 塞进来 这个 这个是碳纤维的 这个是当初买 睡袋的时候 附的袋子 很轻 而且防水 好 锅具 然后 鱼头 瓦斯 都在这边 然后这个袋子 是装 BCAA的 因为 吃完了 第一 昨天就吃完了 今天我们上来 就没有再吃了 好 这个就是 鱼头 瓦斯 锅具 在这边 看一下 这个是 铝箔纸 就是 像这一种 我们一般 烤肉用的铝箔纸 然后把它 折两折 就比较厚 不容易破掉 这个的功用呢 就是代替 原厂的锅盖 这个是 MSR 鍋具的原厂的锅盖 但是呢 我锅盖 通常我都是直接用铝箔纸来折就可以 这个是 瓦斯罐 瓦斯罐 大家常见有这两种尺寸 而这一次预计 根据我的需求 跟人数 跟天数 我就带小罐的 就够用了 好 这个是 鱼头 这个是日本的牌子 SATO的鱼头 那现在MSR有一款的 鱼头 是 常常被人家拿来跟它来做比较 两款鱼头都不错 都 最大的特点就是 这两款鱼头都 效率很好 而且 比较不怕风 所以说 我就 没有带挡风板 打火机 这边是一个600ml的泰锅 这是Evernue的 这个是MSR的套锅的里面 比较小的 这应该是1.5公升 好 然后 它有个锅饼可以分开来的 我拿去厨房用了 因为它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锅子 我在家里其实都会用 因为很轻 倒了又快 在家里用 好 又不沾 所以在家里用 其实也很好用 用这个 煮泡面 煮完泡面之后呢 另外一个人就捞起来 在这边 这是另外一个人吃 那我就用这个吃 所以说 就不用再另外带一个碗 好 然后 讲一下洗锅子好了 泡面很油腻嘛 吃完了之后呢 我 我的SOP的流程都是这样 我会用吐司面包 先擦过一次 把油腻做第一次的处理 然后这个吐司面包 再把它吃下去 好 然后呢 再用餐筋子 擦过一遍 把稍微 把剩下的油腻再擦一遍 然后擦了一遍之后呢 再用这个锅子 原锅子 煮水 然后泡 没有咖啡因的茶包 譬如说 我们这一次是泡菊花茶茶包 这样经过这三次步骤 其实这个锅子 就已经不油了 然后也不用再另外浪费水 来洗锅子 这个大致上就是我的操作 好 这些就是炉头 瓦斯 跟锅具 猫铲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有 昨天晚上的大号 具有猫铲 这个就是挖猫坑用的圆艺铲 那大家在买的时候 其实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结构要很强度要很强 因为我们要挖土 有的它比较软或者是 总之呢 我买的这一个是去日本的日商的那一种五金行 在爱买里面开的日商的五金行 所以我买到的 日本牌子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式的 总之就是日本牌子的圆艺铲 很轻 那 这个就是用厚纸板去折出来的套子 这样子把它用在一起 有的这个 我们大便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来挖洞 大完便之后 再把土埋回去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不容易吃生蚊虫 我觉得啦 我不知道有没有根据 顺带一提 松针椅地现在啊 蚊虫很多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很多大便 都直接搭在地上 然后盖上卫生纸 所以说就很多蚊虫在那边 绕在那一边 就变成营地有很多蚊虫 其实蛮讨厌的 大家应该要 这个花柴 这个是去圆艺店买的花柴 这一只炒上才七八十颗粽而已 两三百块钱 好不好 就行行好 然后 这个是 好 这两袋 都是垃圾 垃圾的话 我比较喜欢用小袋子 装成一袋 袋三袋 如果是越多天 就越多袋 这样子的话 首先 可以做到干湿分离 你可以知道 袋是湿的 所以 再来 小小袋子在打包的时候 不需要好打包 OK 露出一下 有的时候 我们在路边 在山上 会看到有一大袋垃圾 塞在山屋的 厨房的 那个桌子 台子下 没有人管 甚至在路边都会有 那么大袋 当然没有人想袋 没有人想袋 大家不会觉得 那就放在这边好啦 反正有人会收掉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想啦 总之呢 我认为 打垃圾 用小袋子装 这样子的话 会 好像相对来说 比较好一点 总之 哎 要抱怨抱怨 不管就不抱怨了 头灯 也是放在这边 两人份的头灯 筷子 两人份的筷子 跟 湯扫 因为昨天是吃泡面 因为 轻松的行程 就吃比较好 就有泡面 有牛三宝 点好的 好 然后 这个是 雨伞 那因为我的雨伞 其实是在营地的时候 才会用到 所以说 轻量的东西 它就比较 像这个雨伞 就比较不抗风 而且它很脆弱 在 开关的时候呢 都要 很小心 但是 它在营地 能不能达到 我的 对它功能上的 需求 它可以达到 因为我只需要它在 让我在营地活动的时候 如果有下雨的话 我可以不用穿着雨衣 雨裤 我一样可以在营地活动 或者是半夜的时候 去上厕所 所以说呢 这个重量 100克 这个是从台湾买的 大家也许只要Google 轻的雨伞之类的 就可以看得到 100到150克之间的 轻量的雨伞 另外一个用处是 如果说我是搭外帐的话 那那天晚上下雨 如果又刚好有刮风 也许我的头的部分 会稍微淋到一些雨 因为我的外帐比较小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闪撑起来 就挡住我的头 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够想象 所以说 这个对我来讲 还有这一层功用 那原则上 行进间 我是不撑闪的 这一带就是 找到一带 那就好了 一一介绍好了 好 这个是 营地鞋 就是我们从去旅馆的时候 他们会附的那一种 不知不稳活的鞋子 半夜起床 要尿尿的时候 会懒得穿鞋子 就穿这个就好 很方便 又很轻 营地鞋 这个是耳机 因为有两个人 我听音乐 另外一个人 塞耳塞 然后这个是 充电线 因为有两个人 所以有两个充电线 这个是 备用 就是这个备用眼镜的盒子 现在里面装的是 我第二天的引擎眼镜 这是 滤水器 有滤水器 就不用烧饮用水了 所以说 黑水这样都染掉 这个是 备用水 我们备用水 就是用一个 375的 保特瓶 备用水 这个是 因为我们的行程是 第一天 早上两点 半 从桃园出发 然后 开到大雨里 就直接上去 到松灯引地 扎椅 然后清装 上去屏风山 再下来 这个是其中一个人的灯顶包 就是 他本来在 穿的野袍包 好 所以说就是 供顶包的一次 那我的供顶包呢 就是 这个街包 就把这个背包清空之后 就给这个街包 当做供顶包 然后 太阳眼镜 两个人的太阳眼镜 然后 两个人的行动电源 这个是 急救包 这个是 药物 因为有 固液 有固液的话 我就会准备一些药物 那 这个药物 我们再找时间来说明好了 好 这个是该 取水的另外一个水袋 一公升 所以说有三公升水袋 跟一公升水袋 然后 还有 这是第二个人的睡垫 也是一样 放在里面就好 然后 底下来 这个是 卫生纸 这个是 GU 备用的GU 有备用一条 然后 这个是 头灯的备用电池 有备用电池 有两个 没有啦 这些是 完全的 然后它的阶段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有 背景 背景